大家好,我们是参加本市电机电子群专题制作比赛的同学 我们的作品名称是瓦断丝连之断开一切的牵连 首先,我们要先为您介绍各部分的元件 我们现在看到左手边的部分为我们的安全阀 安全阀的功用是负责断开瓦斯以及开启瓦斯的功能 在我们的右手边为我们安全阀的电源 它负责提供安全阀的电力 来断开我们的瓦斯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本作品的灵魂人物 在我们的右手边为我们的电源指示灯以及警报指示灯 指示灯会告诉我们在瓦斯管线或是瓦斯炉以及热水器的部分 核端会有警示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界面来看到我们是否有侦测到瓦斯外泄的部分 在复规系统,右手边为手动的复规系统 在左手边为手动与自动切换的复规系统 在我们的左边是我们的Arduino板子 它负责控制整个电路的流程 以及是否该断开我们的瓦斯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瓦斯管线的主体 我们用双管线的原理 在我们这边,我们所看到的部分为瓦斯内管 黄色的部分是我们一般瓦斯所使用的管线 在外面包覆的这一层PVC管 则是我们侦测瓦斯管线是否有外泄或者是有破损状况 在我们的中间装有感测器的功能 我们会侦测内管是否有瓦斯外泄 在这边我们有两个模拟器 它们模拟的部分为我们瓦斯管线末端所使用的部分 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瓦斯炉的模拟器 瓦斯炉的模拟器装有瓦斯感测器 以及火焰感测器 在我们的下面 我们的模拟器是热水器的模拟器 我们仅只有瓦斯感测器的部分 好,现在我们为您示范我们整体作品的运作状况 首先我们先透过气压的方式模拟瓦斯的开关 现在我们先将瓦斯打开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瓦斯已开启 首先我们先模拟瓦斯管线外泄的部分 我们的感测器会侦测到是否有瓦斯外泄 好,当我们侦测到瓦斯后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面板上面 我们的瓦斯管线的警示灯亮起 并且我们上部的瓦斯也已经停止 当我们的瓦斯管线修复完毕后 我们可以手动复归 并且恢复原本送器的状况 当我们启动自动复归系统时 系统会自动于警报后自动复归 接下来我们要模拟的是瓦斯末端的元件 这个是瓦斯鲁的模拟元件 在上方我们会感测到瓦斯是否外泄 当瓦斯外泄同时 并且超过delay的时间后 我们的指示灯会亮起 因为在异常动作下 是有瓦斯并没有火焰的情况 我们再启动复归 当瓦斯感测器有感受到瓦斯时 并且同时感受到有火焰 以为正常动作 瓦斯开关并不会关闭 以上极为我们作品的操作方式 我们再补充一点是 我们中间的瓦斯感测器 可以在依个人的喜好 多安装几个 这样会增加感测的精准度 并且我们也可以在此装置上面 加装风鸣器的方式来提醒用户 我们可自行在做增减风鸣器的动作 以上是我们的报告 希望评审会喜欢 谢谢